那不见的话怎么办 不见的话以后你就没没知道可以找了 对不对 所以我就把它全部都get回来 然后存起来之后 哎 后来果真那个网站就被就close掉了 所以那些资源还好 那我自己都有把它保留下来 所以其实你可以去看一下那个URL的参数 有时候你们 稍微观察一下 另外各位也可以看一下 占有率的问题 比如说后面点什么 点JSP的多吗 好像不太多 而且行业别也会有不一样 像你们还可以去看一下点PHP 点ASPX 点ASP 有没有 其实不一样行业别 用的动态网易技术 哎 还是稍微不同哦 你们会看一下 如果是一般我看一下 基本上如果是 公家单位的 通常都是ASP 或ASPX的比较多 那如果是一般的那个 私人企业 中小型公司 它们PHP比较多 那大公司的话 好像JSP的比较多 所以不一样的公司 它可能用的技术属性都不太一样 不过无论是哪一种公司 反正 哪一种P 反正它的技术 基本上大同小异 一定有GET 一定有POST 好 那另外呢 一定也会有类似 读取档案的这种需求 所以这里的话 我想各位可以试一下 这边的把昨天的 sample 再稍微修改一下 那主要了解一下 就是说有关我们这个编码方式 做一个变更 那另外呢 我这边还有 有把这个昨天的东西 因为你要做一个下拉的score 因为我的东西很多嘛 所以我们前面有讲过 顺便再复习一下 你们有没有 我们之前有个sample 就是读大量的资料的时候 从那个assets里面读嘛 不是assets里面 结果testview本身没有score 那没有score的话呢 你这样子会底下东西看不到嘛 所以我们有套一个scoreview在上面 有没有 然后再把那个 这边实际上我是这样 就是加一个scoreview进来 然后再把testview放进去 这样应该就OK了 特别注意 因为你放testview进来之后 你这边大小就不能调整 主要调整是由scoreview去调整 也就是你scoreview 因为我之前好像有看到的同学是 一直在调整testview 一直调不下来 你放进来之后 你一直想要把它调整 但是它一直都要弹回去 一直调 一直调不出来 你不用调 因为它的高度是由 不是由scoreview决定的 不是由testview决定的 所以呢 你根本不用调嘛 你因为你这边看到有没有 我根本没有调啊 有没有 可是它是被score 可以啊 那它的高度是由scoreview决定的 不是由testview决定的 好这一点 这一点要特别注意 不要一直调一下 调不出来 好 不需要 弱起来就知道 OK 这里的话我想各位试试看 把昨天的sample稍微改一下 然后呢 最重要还有一个地方就是说 把那个entity entity那个方法里面 本来是 呃就是没有加 那个编码方式 你在逗点 utf-bar加进来 那就本来是乱码部分 那就不会有是乱码 那将来这个utf-bar 我想你一律用utf-bar 这样就可以搞定一切了 不然的话 常常会出现就是 奇怪出来东西不对 还能喝 有点